浪姐四四宫人气大喜派 三人跌落谷底 两人呈C位钉子户 浪姐四一直是备受关注的唱跳比赛节目 参赛的姐姐们拥有实力和魅力 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而最近三位姐姐排名骤降 让观众倍感痛心 与此同时 仍有两位姐姐坐稳了C位钉子户 成功锁定了成团的位置 首先提到的是Ella 她在出舞台上演唱的恋人 未满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获得了人气第一的位置 这并不恋人意外 而在一次公演中 Ella与四位高颜值姐姐 带来了一首时尚甜美的叮叮当当 表现亮眼 严人 可惜选错了队友 二次公演中 她只能独自应对四位演员 表现并不如意 结果是她的人气直接下降到第五位 被其他姐姐超过 第二位提到的是刘希君 作为唱江 她的实力备受瞩目 但在唱跳舞台上表现一般 很难发挥出色 在一次公演中 她与卢靖山搭档演唱了一首双鱼版的吻别 表现受到观众好评 迅速上升到个人喜爱度排行榜的第四位 可在二次公演中 搭档不搭调 表现不如意 人气下降到第八名 第三位提到的是美伊里亚 她在出舞台上演唱的《极乐净土》 掀起了翻跳狂潮 但从一次公演开始 她的个人喜爱度排名与实际人气明显不符 尽管她的花海获得了全网好评 但跳数却不到800票 在二次公演中 她与刘希君合作 但受到了其他队友表现不佳的影响 导致人气下降到第十名 浪姐四的二次公演中 已经出现了两位姐姐成功成为C位丁子户 其中之一是制作人谢娜 她在节目中的表现备受瞩目 展现了她的才华和魅力 无论是在出舞台上还是在一次公演中 谢娜的表演多样化并且非常出色 她的搞笑幽默和婉转动人 都能够赢得观众的喜爱 在一次公演中 她带领全体姐姐演唱了一首《等一分钟》 场面感人至深 她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因此 谢娜稳作个人喜爱度排行榜的第二位 成为了一位C位丁子户 另一位成功锁定C位的姐姐是黄雅丽 在浪姐四中 黄雅丽展现了她的实力和魅力 她的声线独特 舞台表现也非常出色 在出舞台上 她带来了一首《红日让人耳目一新》 展现了她的独特魅力 在一次公演中 她与队友张萌 朱朱 邵雪葱合作 带来了一首动感十足的《蹦蹦》 舞台效果十分精彩 黄雅丽的稳定表现和实力 让她脱颖而出 成为了观众心目中的C位丁子户 虽然只更新到了二次公演 但目前两位姐姐成功锁定了成团的位置 这也让更多的观众 对这些出色的选手充满了期待 节目还在继续 一切皆有可能发生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最终谁能成为最终的浪姐 优优独特魅力 让你终于